各位朋友,那今天我问你,人生如果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跟另外一个叫做失败,各位朋友,我们的人生没有一半一半的,听懂没有,成功跟失败,大家刚才已经棘手,你选择成功,对吗? 还有第二个在问你自己的,你正在做的事情跟你的成功有关系吗? 听懂没有,所以第一本书,我要介绍你们读的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他的作者叫做Steven Covey,有没有听过? 谁不知道什么叫,谁是Steven Covey的几首,不知道Steven Covey的几首,有一次我讲的时候,那个人问我,那是什么东西,他是人来的,不是东西,我讲。 惨啊,各位朋友,你知道吗?每一年,那些年收入超过百万的,他们都有做过诊查,这些百万富翁,他们每一年都最少读掉十九本书,怪不得百万富翁不是你,因为你没有读书, 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结束做书,各位朋友,真的,你要知道成功呢,是要相信经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书本里面呢,得到成功人士的经验,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去成长跟改变,所以改变的速度快,随的成长快,随的成绩快,随的成绩快,随的成绩快,随的命运改变的快,听懂没有? 所以呢,Steven Covey呢,你们今晚可以上你们的Google,上去search一下,OK? 他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高效能力人士七个习惯,7 habits with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听懂没有? 这本书,如果真的想改变的,你要看,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呢,天天都在忙四件事情,OK? OK?紧急,重要,听懂没有?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明白吗? 很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很重要 什么叫做很紧急,很重要呢?就是今天你必须要上班啊,上班才有钱啊,才有钱吃饭啊,孩子才有钱上学啊 这叫做很紧急,很重要的,听懂没有?什么叫做很紧急,但是不重要呢? email啦,应酬啦,听懂没有?很多的消遣啊,叫做很紧急,不重要的 这些都,你没有气,有气,都不会影响你,也不会影响人家的 叫做不紧急,不重要,但是,很紧急,但是不重要 第三个,不紧急,不重要呢?就是养狗啦,养猫啦,养鱼啦 有的人都还没有成功,你做这些事情是多来的,对不对? 有没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会去那个discord 那是不是不紧急又不重要的,对不对? 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天天很多人呢 每一天都在忙事这三件事情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叫做不紧急,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呢 很多人没有去做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不紧急,但是很重要吗? OK,第一,退休生活的规划 各位朋友,你已经规划好的几手 哇,几乎没有人规划好 退休,各位朋友,这个退休不是马上退休 但是再多十年,二十年,是不是会要退休? 是不是? 很多人讲,哎呀,我不喜欢退休的,我会做到老的 你要做到老,有异弊一定有老板请你哦 如果你活到55岁,有可能已经有关节炎糖尿病哦 你老板请你,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听懂没有? 所以呢,没有人要请你们这样老老的人的啦 你们自己回去想想 听懂没有? 所以呢,人生规划呢,就是属于不紧急 但是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各位朋友,这个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规划,有一天它就会变成很紧急 很重要的事情,听懂没有? 第二,健康计划 健康计划是不是不紧急,但是很重要 你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叫做保健知识 你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搞好 改天会生病,对不对? 改天生病就变成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了 听懂没有? 第三,学习跟成长 各位朋友,现在的学习有可能不会马上让你带来财富 但是呢,在未来的日子 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你有满满的知识 各位朋友,你就不会被这个趋势淘汰 今天呢,每一次呢 在危机里面呢,都是要淘汰一些低能儿 要淘汰一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 各位朋友 但是呢,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呢 都有一群人脱颖而出,变成了百万富翁 是因为他们知道 在十年前,有听过一堂课叫做不紧急很重要 听懂没有? 他们准备好了 明白没有? 所以呢,接下来呢 人际关系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还有谁是整个市场跟公司家庭的人际的低能儿 天天还很多的人际问题 天天还给别人讨厌 天天呢,还天天跟人家吵架 听懂没有? 各位朋友,你自己算一下 如果今天是你的葬礼 有没有八个人跟你钢棺材 一边四个,两边就八个 如果这八个人找不到就是你是人际关系的低能儿 不是别人的错 有一本书叫都是你的错 夜亮惹的祸 听懂没有? 因为很多人喜欢赖的为人 所以呢,今天从这一本书你就知道 其实人生规划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OK,好 各位朋友,第二 你们听过什么叫做 OK? 事实事实理论的朋友几首 事实事实理论的 OK?一个朋友听过 其他的都没听过吗? 哦,惨咯 你们又变成了这个叫做 被淘汰候选人第二 听懂没有? 所以呢,各位朋友 什么叫做事实事实理论? 就是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努力40年 听懂没有? 这个报告跟调查呢 是来自美国劳工学会呢 跟保险协会做的森查 他跟踪了一些一个礼拜 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工作40年的这些人士 最后呢 这些人的成果呢 只有1%的人呢 聚负 4%的人呢 可以退休 5%的人呢 无法退休 OK? 然后呢 这个 12%的人呢 破产 哦 然后呢 29%的人呢 在55岁以前呢 就死亡 因为压力 49% 在55岁以后呢 还必须要依靠别人的救济 才能够勉强跟苟且般的活着 各位朋友 很多的保险呢 就是因为这个审查呢 最后他设计了我们的这个退休保单 各位朋友 你会觉得今天 你没有通过规划 在55岁以后 你会很幸运的 然后不小心的 因为你家里的祖宗显灵 然后呢 你突然变成5%的这个人的朋友 几手 对吗 我不要讲富贵 我不要讲成功 我想55岁你怎么过 所以这叫做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间找不到自己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环境 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样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缺乏一所什么叫做上学宴 对吗 很多人 我们常常只会怎么样呢 历短字 没有历长字 所以天天都会把一些不紧急很重要的 变成很紧急很重要 所以各位朋友 你想下 这些人不勤劳吗 他多勤劳啊 一个礼拜工作40小时 这些人多么努力啊 他一生能奋斗了40年 这样子的努力跟付出 竟然不能够让他们变成有钱人 背吗 各位朋友 你现在是不是也做超过40个小时 是不是 如果现在的行情 你还没有做超过小时 表示证明你懒惰 如果你今天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会从开始忙 然后呢 多几年以后呢 你就会变成了怎么样呢 茫然的忙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会变成盲目的忙 不要理他 等到他发生才去处理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要不要规划 要 所以如果今天 你想要在55岁以前呢 就摆脱贫穷 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接下来这些课你就要听下去了 要不要听 要 要不要 要 因为我有资格跟你讲 就是我在30岁以前呢 我就变成5%的人了 各位朋友 我今天不做我都有 我跟你说 我不贪心了 一个月不做 每个月有超过1万块的朋友 几手 不做你能够有1万块的朋友 几手 我们不要很多钱 我们就要1万块 很多人讲 钱1万块 嘿你钱 你知道吗 最近的财政一万万出来了 你知道整个马来西亚 这么多人在上班 有多少%的人 月收入是超过1万块的吗 知道吗 5% 100个人里面 只有5个人 收入超过1万块 你钱 他骄傲啊 OK 1万块多不多 你觉得很多吗 通货膨胀 现在是6% 接下来会变成12% 一个月1万块 一天只能够用300块 一餐只能够吃100块 你没有在吉隆坡生活 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问我 老师为什么你的bag里面 最少都2000块 不知道 因为习惯了 生活会有压抑 如果没有2000块 在皮包里面 然后我的一些心 下下来看到老师 你的皮包就是我一个月的钱来的 这样 听啊 不用紧 你努力 有一天你会变成这样 因为老师以前也是950块开始 听到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那今天你是想想 如果你不想变成茫然的朋友 OK 好 那我们先讲讲 如果不想成功的朋友 你会退休吗 你想过退休吗 各位朋友 世界卫生组织有做过审查 如果你有会 庆祝55岁的生日 你就会不小心庆祝75岁的生日 然后呢 从55岁到75岁呢 中间还有20年 然后呢 有两种的模式 一种就是你拖到75岁 另外一种呢 就是活到75岁 各位朋友 你要不要拖到75岁 你觉得健康是不是要经营的 你现在这么努力去跟公司上班 一天做12个小时 然后你觉得你55岁 你的spap会不会坏 最怕是你55岁坏的时候 又没钱那才可怜啊 听懂没有 就算有钱没健康也是很可悲啊 你知道吗 老师去中国讲课的时候 就有听到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一个台湾的老太太 很有钱 在58岁的那一年呢 中风 然后呢 因为中风过后脾气非常的暴躁 对不对 中风呢 不会死 但是没有中风的人 会偶尔给她弄死 对不对 本来孩子也很孝顺的 因为她中风脾气暴躁 天天骂人家 最后呢 全部的孩子 媳妇不敢跟她住 就搬出去 然后呢 就雇了几个保姆 换了三个保姆 还是不能够忍受 因为这个太太太无理取闹了 最后一个就换到呢 什么 这个菲律宾人 虽然非菲律宾人 反正她 孩子回来看我对你好一点 对不对 孩子不在的时候 你跟我坏 你是中风 看谁坏 折磨她 饿她不给她吃饭 最后这个老太太被折磨了 实在不行了 从自己房间的床上 就爬下来地下 爬爬爬 爬进她的那个master bedroom那边 然后呢 放那个水在她的buff tub 放到满满自己 硬硬把自己的头塞进那个水 就这样子活活被震死 各位朋友 苦啊 今天你是想想 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天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不是在吓你 我是跟你说 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 统统可以处理好了 只要你想要处理 认同吗 对不对 所以有三个老太太在聊天 第一个老太太打麻将 第一个老太太就讲 哎呀 我很严重啊 最近什么事 我一打开冰厨 我就不知道 我刚才是把东西放进去 还是要拿出来 然后第二个讲 哎呀 你一点都不严重 我比你严重 我现在严重到把门打开 是不是 我都忘记刚才我是要走进去 还是要走出来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老太太就在打打打打 打的时候 她就讲 哎呀 我都没有你们这些这样严重的东西 OK 我们继续打 然后突然间她就拍一下 谁在敲门 听到没有 就是说 第三个老太太比他们两个还严重 还会听到声音的 听到没有 各位朋友 你想想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要脱的时候 要不要用到很多钱 退休只会用几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EPF 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们有没有算过 你们的EPF到底退休以后 会有多少钱的 你们有算过吗 你们要不要学算 OK 那B跟子老师叫你算来 OK 现在呢 你们的收入是多少钱 对不对 OK 就乘以 现在是不是自己扣10% 老板补11到12% 对不对 OK 我们就加减 差不多是21%了 好不好 OK 你现在的收入乘以21% 再乘以12个月 然后呢 再乘以 你从开始上班到55岁 退休中间有多少年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数目呢 就是你的退休金 就是你的EPF 然后呢 我排除你在一半的时候 拿来供物资好不好 我就说你就存存存存存到55岁 就要给你退休的 大部分人一算下去 是不是很多人都少过300千 对不对 如果收入超过1万块的朋友 你们的55岁以后的退休金 才有可能超过100万 5000块的才有大概整500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你的退休金还没有怎么样呢 乘以通货膨胀 现在的通货膨胀是6% 接下来的 你退休的时候应该会增加到12% 也就是说 你要把得到的数目 再减掉12% 那个就是Gross的Amount来的 不算你还不知道的 OK好 我就打个 比如你的退休金有500千 这就是拿来做退休计划的 要用20年的 OK 好 第二 投资 现在你每个月投资什么东西 来准备在55岁以后 可以拿来用的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觉得保险是能够让你退休吗 哈 你觉得吗 你回去算算一下 好像都不是 OK好 我就让你的保险 能够让你领回200千 好不好 OK好 接下来第三 储蓄 现在开始 每一个月有人储蓄的 然后为他退休做准备的几手 很多人就几手 老师 我还没有来得及 土气都花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几手 刚好下老师 我每个月存100块 我说100块 你几时才存到 可以退休 你到55岁 连脚车都买不到 我说 对不对 每一天都有人因为信用卡破产 为什么是 钱不够用 第三 第四 靠孩子 靠得住吗 OK好 你知道现在生一个孩子 每一个要给他用多少钱吗 你不知道 OK好 在基隆坡呢 随随便便一个孩子 现在出事从零岁 到18岁要用1000块 OK 你们那种眼神是怀疑 通常西隆坡的两个年轻的 如果是30多岁 他的宝宝都不能够自己看的 给谁够 奶妈 如果你给奶妈扣到6点的话 是650块的价钱 还没有加奶粉钱 还没有加伙食费 还没有加医药费 1000块是很便宜的啦 除非你的老妈 还很健康 你有吗 营养给他吃 你生多多了 他帮你顾 很多人以为 没理都是走这招 我知道 反正闲着价钱 没事惯 我就生几个孩子给你弄 你笑是不是认同 OK好 孩子每一个月 要用你1000块 一年就12个月 然后呢 用到他18岁 所以你算一下这边要多少钱 跟我算一下好不好 你们不要呆呆地看住我 就是你上来讲了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孩子18岁过后 是不是完全就不用用你的钱 你打算生几个 几个 算到不敢生了 对不对 18岁过后 你喜不喜欢你孩子进大学 还是叫他直接出来做泥水 不用啦 出来做泥水啦 这样人搞大学没有发达的啦 OK好 你就要开始算你现在多少岁 你的孩子出世的时候你是多少岁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持婚 你生第一胎的时候都是32到33 对不对 OK 18年过后就是你50岁的时候呢 你孩子开始18岁 他要进大学 现在本地大学最少要用掉200千 下儿 加买生活费 做as Top 給他玩iPhone 交你朋友 买礼物 OK 以后好我还是讲说 还是一样 200千 两个就400千 powiedz 各位朋友,好,来我们点算一下,你的退休生活需要用多少钱,各位朋友,你55岁以后到75岁,也是有backage的,你想要完全退休,还是退而不休,还是你退完以后,你还要每年最少有两次旅行,都要有价钱的,对不对,然后呢,百年归老,你要睡condominium,semiti,还是火化洒气海,你也要for planning的,对不对,现在是在富贵山庄那种,富地是不是semiti也是要三四十千,四五十千, 五十千啊,对不对,打一堂灾叮叮叮叮叮,也要十多二十千,对不对,各位朋友,很多人没有想这件事情,他说这些人不会来临,你相信吗,错了,好,如果我说每一个月只让你用三千块,那种生活是很省的啦,OK,乘以十二个月就是三十六千,再乘以二十年,就是你一个人的退休金,你不能够动的,七百二十千, 因为五十五岁以后你是没有生产的,还没家你太太,如果家你太太是1.4米恋,如果你今天就一直弄你太太生孩子,然后你不给她上班,然后又没有公寄金,她的完全跟未来就是你,你又不努力,你晚上还牵牵一直脸脸脸脸脸,还去玩那些东西,还去做不应该做的,你改天就完蛋,一定完蛋的, 就会越来越穷,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很有钱,一个是没钱,一个很有钱,那个就只生一个,哇,他的孩子真的生活很好,教育很好,也教导很好,另外一个呢,一直生的都没有努力工作的,两个三天,我们就一起坐下来聊天,然后两个就讲,哎呀,那个生很多孩子都跟我,那个没有生一个孩子的,怎么不要生多一点,你们又不是没有钱养,听到没有, 然后呢,最后我那个有钱的朋友就很生气了,他讲,如果可以生早就生了,就是生不出来,你还不明白,听懂没有 他就生气了,他就没有回他,他就讲,我啊,生一个啊,我好好赚钱,努力栽培他,改天给他读最好的大鞋,一个总统就够了,你生四五个又不努力赚钱,天天还听你太太讲,去喝酒抽烟,还去赌博,天天吵架,改天警察车抓人,全车是你孩子 对不对 对 孩子是一张白纸啊 孩子的未来跟你现在的想法有关系,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的孩子一出世的时候,如果就已经低人一等,他一开始就牵一条腿,他就输在起跑点,他怎么去竞争啊 给孩子的不是钱,给孩子的是想法 很多的父母亲一直逼死孩子,但是自己不努力,天天要逼孩子考第一 这是幼稚 多少孩子12岁从楼上跳下来,你看到那报纸 从来没给孩子鼓励,天天比较,这个改天我们讲,庆子教育,把你骂醒 听懂吗 听懂 各位朋友,你的退休金需要720千,如果你太太就乘2,1.4M 再加上你的孩子的大鞋金,你最少银行要有200万,如果55岁以后 你的公积金根本是不够用的,我们先不要讲成功 我们先要讲,你在55岁不会变成社会的问题 你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有去过台湾的朋友几手 你们去过台湾,你看到那边的人走路快不快 他们没有家住的,对不对 他们睡那个巴萨档口上面,不然就睡路边 为什么,房子太贵了 他们一个这样小小间的房间就可以卖差不多整100万马币 你看到没有 太贵了 而且这个就是在淘汰穷人 没有办法啊,进步中的国家 就会淘汰一些思想没成长的人 各位朋友,你觉得米里不会成长吗 几年前我来,你看几年前我来 米里成长多么厉害,对不对 各位朋友,你的思想很重要 所以退休,回去好好想 听懂没有